但是因为过年的时间在冬天 一般来说都是需要火的 因为冬天是比较寒冬 所以那个导福文化 是流行过非导福文化 就是说将个福字调转来摆 其实是流行过就这样摆 是因为就这样摆是很多水的 也是很好笑 有些人在家里 那个爸爸也是生于冬天 妈妈也是生于冬天 儿子也是生于冬天 他三个人一挂一张福字上去 那就变成四个水了 那他就多睡了 多睡了就是很奇怪这个现象 就是厕所立即漏水 立即个儿子忘记山水喉 立即要水浸 那立即如果将福字调回火 那原来立即好人一些 所以这个福字在古代来说 是一个最神妙最神秘的密码